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加如是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 那我们更加需要花时间来敬拜神来听祂的话语 那我们想着说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周边的事情来影响 那若是不用神的话语来保守自己的话呢 那我们会跟着世界来随波逐流 那么要领受神的话语呢?首先要有这个意愿要来听祂的话 那么感谢神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觉悟自身的不足 那我们谈到不足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往往往就会意思就是提到我们的软弱 而我们的不完美或者我们向神受犯的罪 那圣经从来没有教导 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我们生活是完美的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圣经就成为了来指点我们的短处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来指出我们的错误来让我们看见自己是有多么的不完美 让我们能够追求神所要求我们的完全 那么圣经就教导我们说要警醒来看待自己 请看罗马书 请看罗马书12章 12章第3节 三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忠道 那么在中文版本的圣经就说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合乎忠道 但是在英文版本圣经就说我们要来警醒的醒悟 在醒悟的状态当中来思考自己的作为 要来正确地看着自己是很重要的 那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观念 可能也许是不准确 那我们这样的不准确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诚实 那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向神来犯罪的 但是在现实当中呢我们要来完全地并且来准确地来判断自己 那么今天晚上就要用保罗的提到的几个例子呢 作为大家彼此的面移 那么在保罗对神的服事当中呢 他是很诚实地看待自己的 那我们的想法呢 就是我们要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当中呢 是要对自己有信心的 那我们要给别人为自己呢 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么要来觉悟至深的不止呢 不是在对自己的不止 还有自己向神犯罪的事情上来妥协 反而是要来让我们自己晓得自己的不足在哪里 让我们能够继续来追求完全 那我们就要用保罗所写下的几个例子来做我参考 我们请看 哥林多后书七章 我们可以从第五节开始读 我们可以从第五节开始读 第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那么这里保罗就在很诚实地来评判自己 那么很准确地将他在马其顿所经历的事情来描述 那我们要为自己的所做的工作来做报告的时候呢 也许我们会要来减少来讨论到工作当中一些负面的一些因素 那么我们晓得保罗是大有恩赐的人 那么绝大部分的时候呢 神的能力与他同在 但是他在这里确实有提到他是有多么的惧怕 还有他所面对的困难 我们也可以看第六节 六节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七节 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所以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忏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 使我更加欢喜 那么不单只是提多的来到安慰了保罗还有他的同工 那我们可想而知呢 提多的话语呢 肯定是为保罗还有他的同工带到了极大的安慰 那么提多是比保罗年轻的工人 但是因为提多的话语和提多的报告呢 保罗从中得到了安慰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么在信仰团体当中呢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互相的安慰 那我们需要从同工而来的安慰的话语 那我们单独靠自己呢 是不能够永远地坚持下去 但是我们若是要从他人得到安慰呢 我们首先要来愿意来领受他们所给予的安慰 那这就好比我们告诉他人 说我们有所不足 那我们需要他们的安慰 那我想呢 在我们家庭当中 这也是需要的 那我们若是一直表现出自己是坚强的人呢 那么比别人都好的话呢 那么没有人会愿意来接近我们 来向我们所安慰的话语 那我们不能假装说我们一直都是坚强的 那么保罗即使说他是何等伟大的工人 但是他还是能够来表达他的软弱 我想说那对我们而言呢 我们也是需要来表达我们的不足 那么表达自己的不足 不是说要来逃避 来找借口而不为神工作 而是要更加地来比以前更加依赖神 还有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来了解说我们每一位都需要神 那我们不能靠自己 不靠神来生活 那我们也不能不依赖别人 自己一个人生活 那么为了教会的好处呢 我们需要来明白这一点 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 请看提摩太后书 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 我们请看第三章 我们请看十节 是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行 志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是一节 以及我在安提亚 以根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 苦难 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那么提摩太对保罗来说是自己的儿子 那么保罗就勉励他说要来效法他的榜样 那么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呢 提摩太要来效法保罗的好榜样 那么在洗衣节呢 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关于他所遭遇的逼迫 那么他就告诉提摩太说 当他遭遇这些逼迫的时候呢 他也是需要神的 那么即使说保罗是有经验的工人 但是他还是需要神的帮助 那么唯一的一件事情呢 他就是能够来忍耐 那么他就告诉提摩太说 当他遭遇逼迫的时候呢 他就是需要神来把他救出来 这是在教导提摩太说 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帮助 那么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 感觉似乎提摩太的信心有所下滑 那么提摩太要是能让自己来苏醒的话呢 那他必定是要来听保罗的劝告 来清静神 来求神 来帮助他 那么在11节有好几次提到 有提到几个地方 一个是安提 一个念 路斯德 那么我们在十处行传十三还有十四章呢 可以看见这些仔细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十处行传十三章 那么从42节到53节呢 就提到在安提亚的这个造法 那么当时呢 保罗就向当地的人传道 那么他就是和他的同工巴拿巴一起来做 我们请看45节 45节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 应伯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毁谤 但是保罗和巴拿巴没有来惧怕他们 他们还是继续地放胆说神的话 来和他们来理论 那么在50节呢 就提到保罗和巴拿巴所遇到的逼迫 那么他们就被赶出境外 那么14章1到7节就提到他们在一个年人的工作 那么他们的工作再次遇到阻挡 因为不幸的犹太人就来煽动这些外邦人来向这些使徒来造反 我们如果看五节的话呢 五节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 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舌头打他们 那么他们试图知道了 就逃亡旅高尼的路士的特别 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些逼迫是不断地来继续下去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继续地与他们同在 来引导他们走出当时的这些混乱 所以当我们看见这发生在这两个地方的事迹的时候 他们没有胆怯继续地来传道 那他们能够这样放胆来做 这个胆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很明显地他们的胆量是由主而来的 因为主的灵充满了他们 那么神就将他们从困难当中的引领出来 那么保罗就将这些事情再次地重述给提摩台听 那么就告诉主他说呢 要来扶持神是不简单的 会很常会遇到很多的患难 那么提摩台所需要来做的呢 这是继续来对神 来显出他的信心 来继续为神的工作 所以保罗所告诉提摩台的是说 他所遇到的这些患难呢 如果是单凭自己的力量的话呢 他是没有办法来胜过的 但是他的部主呢 就在从神那里得到帮助 因为他愿意来亲近神 愿意来依赖神 那么要来觉悟自己的部主呢 这样的正能量对听见的人来说是有意图的 那么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事由 关于保罗传道的工作 我们也看到在他的书信当中呢 他也谈论到自己的一些增长 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看罗马书七章 我们请看罗马书七章 13到25节 13到25节 那么这里就谈到他保罗和罪的这个挣扎 那么我们会想说 保罗既然是这么属灵的 那么他怎么可能会 还是会有何罪来挣扎呢 那from this 13 onwards he used the pronounce I right the first person singular 在13节呢 他就有提到我 like to denote that you know he in fact had this experience he has gone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himself 那么就来强调说 这是他亲生的体验 now I think this is essential for us to learn from Paul as well 那我们要来 我们要来向保罗来学习 but again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it's not as an excuse for us to sin 但是这不是我们 作为我们犯罪的借口 but rather to admit our wrongs so that we can come close to God to overcome ourselves 反倒是要让我们来向神认罪 而来继续来亲近神 you know for Paul to talk about you know his own experience it means that he did not hide anything from God 那么保罗要来这样谈论自己的经验呢 那意思说就是他没有向神来隐瞒什么 so he was very honest and he was very truthful before the Lord God 那他在主神面前是非常坦白 非常诚实 human nature is such that we don't want to talk too much about our own shortcomings but rather to talk much about you know others' shortcomings 那么人的天性就是 不愿意多谈自己的不足 而是来 这样视线转移到别人的不足 I think this is our weakness and this is the problem that we have 那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一个弱点 for Paul to talk about himself in this manner also tells us that he is able to look at himself very accurately and he knows where his problems were 那么保罗这样来谈论自己呢 表示他能够来准确来判断自己 能够来对这样子来谈论 谈论关于自己的事情 he knows what is good 他晓得什么是好的 and he has been taught to do what is good 他也被教导说要来做好的事情 because the law of God tells him so 因为主神这样告诉他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faced with an opposition from within himself 那是由他内心就发出一个这样的抗拒 and he realized that you know he was not able to do what is good but rather to do you know what he was not supposed to do 那就发现说他不能来行 做好的事情 反倒是说他来做出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I want you to read chapter 7 我们请看第七章 we first read verse 18 先看十八节 for I know that in me that is in my flesh nothing good dwells for to will is presence with me but how to perform what is good I do not find 十八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verse 19 for the good that I will to do I do not do but the evil I will not to do that I practice 十九节 不辞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道去走 so he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this kind of opposition opposing force in his life 那么保罗就发现出在他生活当中 有这样子发出 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抗拒的力量 and to oppose him to do what is good 阻挡他不去行善 and to cause him to do what is evil 反倒是让他去 you find that this struggle has been immense in him 那么在他这样里头 这个政策是很大的 to him it was torturous 那么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because he was very honest with himself 但是因为他很坦诚来看待自己 and he recognized his own insufficiency 那么他也发觉自己的不足 and therefore he was willing to come before God 那么他就愿意的来到神的面前 so through to cry Jesus he eventually became victorious over himself 那么借着耶稣基督呢 他就能够来胜过自己 so I think to realize our own imperfections in this way will help us move forward and to progress you know to progress positively 那么我们若是能够照着这样来 发觉自己的不足呢 那我们就会有好的进展 so you know we realize our shortcoming and we really want God to help and to count on him and to make ourselves better 那我们发觉自己有所不足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来 真的会想来依赖神 来帮我们胜过这些不足 so you find that he talked about his own shortcoming 那我们发现说 保罗在这里讨论 他自己的不足 now I want you to look at another example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 we turn to second Corinthians I think this example is familiar to all of us 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例子呢 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we turn to second Corinthians we read the chapter 12 we read the chapter 12 we read the chapter 12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12 we can read from verse 7 we can read from verse 7 unless I should be exalted above measure by the abundance of the revelations the thorn in the flesh was given to me the messenger of satan to baffet me less I be exalted above measure 7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上大 就过于至高 所以有一根刺 夹在我肉体上 这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至高 here Paul is like you know admitting his own shortcomings 那么这里 保罗就在这里承认他的不足 at the same time he talked about how God has come to his rescue to help him understand why there was a thorn in his flesh 那么 但是他也提到说 神是如何来救他 也来解释说 为什么有一根刺 夹在他的肉体上 you know he understood that he was attacked you know by the agents of satan 那么他就有描述 他是如何被撒旦的差异 来攻击 you can imagine you know when a person is attacked obviously his focus will be on the attacker 那么当一个人被攻击的时候呢 那么他的专注 他会专注于 那个攻击他的人 I guess you know when people around us start speaking ill of us then obviously our focus will be on those we said who spread rumors about us 那当别人开始来 讨论我们的这些软弱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开始猜想说 是谁在上播这些谣言 but I don't think you know we would think about you know the reasons for this thing to happen 但是我们不会考虑到 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no because Paul always you know always know how to improve himself at all times 但是保罗就 时时刻刻地 知道如何让自己来进步 so you find that he was very quick to think about the reason why he was attacked 那么他很快地 就会来来思考说 他为什么会被 会受到攻击 yes it seems that outwardly Satan wanted to defeat him 那么表面上看起来 是撒旦要来击败他 it also seems to him that God you know allowed this thing to happen 那么看起来 神是让允许 这件事情发生 but there was a higher purpose in a highest purpose in here 但是在里头呢 是有更深层的意义 that is because God want to keep him sorry God want to keep him intact 因为神要来保守他 so that he would not sign against God easily 使他不轻易地 向神来放嘴 this is he realized that this is the you know the good intention of the Lord the kind intention of God 那么他就晓得说 这是神好的意思 so you can see that he was even willing to talk about this you know to the members in Corinth 那么他就愿意地 向这些 哥林多教会的 信徒来分享 这件事情 in a way he was like chastised by God you know because God allowed this agents of Satan to attack him 那么 从一个角度来看 他是被神来管教 因为神允许 这些撒旦的才艺 来攻击他 because he he came to realization that if God had not done that he would have become you know exalted 那么他就有 这样的觉悟来说 若是神没有 让这件事情 发生的话呢 他会变得 过于自告 so you know it was the kind intention of God in allowing that to happen to him in his life 那么神让 这件事情 发生在他生活当中 是有 背后是有 神良善的意思 we read verse 8 我们请看 第8节 verse 8 concerning these things I pleaded with the Lord three times that it might depart from me 8节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我这次离开我 you know no one enjoys you know living in a difficult cumstance for example 那么没有人会很 在活在困难的 处境当中 是开心的 I don't think anyone would want to live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you know for a long time 那么没有人会想要 活在 长久的活在 恶劣的环境当中 so when we find that we cannot you know free ourself from it obviously you know our immediate reaction is to ask God to lift us away from it 那么当我们发觉 自己无法 摆脱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 立刻向神 求神来 拯救我们 just like Paul this is what he did 那么就这样 保罗一样 这就是 这就是他所做 and so he pleaded repeatedly to God and asking him you know to free him from that situation 那么他就 不断地求神 说要让神来 让他能够 来摆脱 这样的情况 so in his pleading he came to understand the will of God for him 那么在他的 请求当中呢 他就 来 明白神对他的 意愿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 上显的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忽必我 那么保罗就 最终能够了解 说神的能力 是如何的 完全的 在他身上来工作 让他能够来承认 自己的软弱 还有不足 那么也许保罗没有想到说 他在这里所写的一番的话呢 成为了很多人的这样的名利 让他们能够在信心上变得坚固 那么他就没有来 夸耀自己的强项 反倒是来 夸自己的软弱 那么一个人 如果是愿意来进步的话 那神是非常愿意来帮助 因为他在神面前显示出他的宣伟 那么我们若是有这样子想法的话 我们晓得说自己是不完全的话呢 那么待人处事 严禁举止上呢 肯定也会这样的反应出来 那么来讨论这些事情呢 不是一种逃避的方法 而是要让我们继续地来进步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神的面前 来讨论自己的不足 来承认 在人面前来承认 我们在神面前的不足 若是这样做的话呢 我们发现自己会不断地进步 愿神继续祝福带领大家 但为了就是为了 在神面前被冒胜来 第一间性的不足 第二松 对今天 放演 下期 permett 有人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